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自由广场桑普时间 我们延续上星期的讨论,意犹未尽,我旁边都是上星期的嘉宾,李嘉聪 大家好,我是嘉聪,前苹果日报的小编仔 不是,总新闻主任,小编小编小编,很重要的 很多的网上的新闻,如果一看上星期节目,我看到了,就是苹果日报的日子 嘉聪说得,微微到来非常清楚,非常有直观的感情 这个星期我们想看看,接着在苹果日报案已经发生了 2021年的6月爆发苹果日报这个倒闭的事件 当时我在台湾看到,我想跟你有关报报的这个 你去到最后一刻,流到苹果日报倒闭,最后一刻 你做的网上的新闻,全世界都看得到 当时那些叫登海满报,整个将军澳的苹果厂房外面 这个我想讲一些有趣的事给大家听 我上星期都有讲,在苹果最后一个大project 就是做930的newscast 那我们是在YouTube播的,其实一直都有课金 那好了,去到6月20日,苹果23日收集 6月21日,我们就决定online结束 当中有些,即是什么时候苹果去收集的争拗 大家容后看一下我的research,我可能都会写出来的 但是先讲回930,因为有课金 6月21日就已经,我们决定了做最后一晚了 最后一晚的节目,9点半live,我看到课金是 record high 好像都有十多二十万 但是已经留言告诉别人,你不要给钱我们了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最后一天前一个星期左右 我觉得苹果的户口已经被决定了 你再货多的金 都被冻结了 对,都被冻结了 但是那些人都是继续给的 譬如以前我们看到的金额可能是一百几百 但是那晚是一千几千 是的,整个数据我真的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都是六位数以上 一定是六位数以上 那我就觉得,哇 就是大家那种对苹果那种后爱感动到 我那晚真的完结了一刻 我觉得整个事情太感动了 就是人们明知道你的钱都是冻结的 亦都帮不了员工 但是都会用他们所做到的方法 去表达到他们对苹果的支持 我觉得这件事相当令人感动 我只是说,很多人认为 《国安法》之后 香港人已经全部借光了 其实No 你看看2021年 《国安法》实施之后一年 依然有这么强烈的 日常生活的表态和抵抗 即使时至今天 2024年 香港这种日常生活的抵抗 依然持续着 就是这种resilience 这种人性 这种满怀希望与奋斗的一种精神 是我觉得每一个人 对抗极权专制政府的不以法满 我想台湾以前也经过漫漫长的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在戒严时期的一些事情 最后在各方面 体制内、体制外的改革之下 能够做到这个台湾的民主自由 也都很不容易 看回香港 哇,这样的情况 我听到你这样的说法 我都觉得心里面很感动 很多口外是通过这个方式 我传递出来 明知会被冻结 他知道 照样会做 因为这个表态 是被全世界知道 即香港人没有死 香港人没有心没有死 当然这件事对你的打击是大的 即621结束online 623结束整个平凡 那你当时有想过 有什么打算 还是当时是亡言的呢 那段时间是亡言的 接着开始 上约翌日也有说过 都有其他工作接触过的 包括有媒体 有些是媒体 有些是学术界 最终媒体 我就没有选择做的 因为我觉得 在香港再做 新闻 只会 空间越来越小 至于 你说 大专院校做 中间有些原因 最终都不成了 于是就 已经决定要来台湾 所以就申请读书 大家看上星期的节目 都有说 对了 以来台湾是做一个 苹果日报的研究 其实怎么会选台湾 有英国有加拿大 我中间去过英国一段时间 我觉得 在 在 离开了香港之后 我人生唯一想做的 就是 都是想做些和香港有关的事情 就是外面香港去做 但是 英国 我 探索了半年 我觉得 如果相对于台湾 我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不够在台湾多 不要说只是做新闻 其他方面 包括学术研究 始终地域上 台湾近了很多 于是就决定来 台湾读书 就是 我在英国都有想过 申请英国的大学 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记得有个supervisor 跟我说 家冲 你为什么这么傻啊 在英国 有那么多好大学 不读 要来台湾读 那些 倒自己的米 我说不是 我很喜欢台湾的 地域上近 也都 觉得自己人生最没错的缺責就是来到台湾 为什么呢 我 刚才所说 来到最初是读书的 过了几个月之后 突然间有几个不同的工作机会 就 有人找我 在这边工作 有媒体 有NGO 有其他东西 我最终就选了做媒体 而在这两年里面 除了做媒体之外 我亦都做一些香港研究的事情 也有 就算在自己学校上课的时候 譬如我会播一些苹果的记录片 跟大家讲讲苹果的发展 讲讲香港的政治社会发展 譬如我的大学 就比较好一些 是国际化一些 我都是外国学生的 也有去其他大学做一些演讲 分享会 或者跟这边的记者 这边的民间团体做些分享 我觉得我来到这边 可以做到的事情 真的多过英国很多 而更加是 比我预期中更加更加多 所以我觉得 很忙的 现在在台湾的生活 真的超级忙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 挺开心的 那 因为上星期都说 我们这些 所谓离散的苹果人 都有种罪咎感 希望透过这些 做一些事情 去减低一下自己的罪咎感 而说真的自己也很乐意去做 简单说 在大学里面自己上课 跟教授说 我有些关于19年的记录片 可以让不同国家的学生 都知道多些香港的情况 老師又给我播 播完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感动就是我播过幾次了 那些外国同学生 都 原来之后 过来拍拍你的肩膀 说他们都感同身受 那些 我自己都很感动 我不要小看自己 可能只是班里面 那几十个人 其实都是一分力量 让这个世界 看到真正的香港 因为真正的香港 我觉得 或多或少 可能有些会被流曲了 我想像 如果今时今日 在香港上 各班上 可不可以让你做这件事呢? 或是在中文 一定不行 是一定不行 我很肯定不行 如果行的话 都是全部录下来 然后举报你 我也有听闻的 这个 也有些老师 因为被学生举报 被人解僱了 在新闻院校 这个就是 憲制民主 法治自由的可贵 人权的可贵 我想这个就是 没有了的时候 才知道没有 有了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不珍惜 我都希望 很多人有这个自由的时候 好好珍惜你的自由 刚刚说到 你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边读书 边从事一些 国际媒体的工作呢? 是啊 很幸好 来到这里 刚才说 有几个工作室 其中一个就是 一个国际媒体 都是重点在做 大中华区 包括香港的新闻的 我觉得 又要开整自己的饭 又可以在这做 一些和香港相关的事情 亦都跟我自己本身 在台湾所谓 与公民社会连结 都很相关的 所以就决定 辛苦一些 一边读一边做 当然 你 在台湾讀博士 其实很辛苦一回事 我都劝大家 如果想着来讀博士班 要三思 什么地方辛苦呢? 他辛苦就是 他要上很多课 很多课要上 例如英国读 PhD 一开始就做 research 基本上 就算要上课 可能都是一课半课 教授觉得你有什么权 但台湾不是的 有理没理 要上十几课 然后才开始 过程很疲累 还有很多不同的规矩 活动要参加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不阻止大家的时间 我想说的就是 即使累 但你都会想继续下去 因为 帮苹果写一个客观的历史 是我 我觉得我下半生 唯一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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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每一个阶段 我从小到大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死了 我觉得有什么是遗陷 如果今天我死 我有两大遗陷 第一 就还没有机会见到 在監獄里面的旧同事 第二 就是未能够完成 一个苹果的历史 这两个遗陷 所以我会继续向他 注入这个目标 尽快 我要做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 很感动的一个位置 就是来到台湾 就是认识更 以前来台湾都是有客心态的 觉得自己懒熟的 就是去东区 去西门丁 去基隆十分九分 但是这次来真的在在地地去 生活 去接触这里的社会的时候 譬如接触这里 很多不同的传媒行家 等等 或者自己 还要下手做新闻的时候 我发觉 台灣 虽然外人看来 好像很乱 为什么议会打架呢 当然 你说打架 都不好看的 但是有些人会说 就算台湾人都经常跟我说 台湾的政治不要理他 很烦 我经常跟他说 有得烦 是个福气 你每天开心玩 看到 男和白又骂 骂完又合在一起 跟着又跟陆骂 跟着转头又怎样 又怎样 社会有得吵 是很大的福气 香港就是连吵都没得吵 香港的议会就是 有什么 基本上贊成 小马大光王两句 好像我拿最近的事件来看 南白在议会占了六成 他们推些什么案 你可以说是违反程序公义 好了 你在议会里面又不够票头 反对的人物在外面抗争 游行示威什么都好 或者他们最近都说 可能要想一些宪制的手法 包括想想罢免 我觉得是 虽然每一天都有吵吵吵吵 每一天你开政治新闻 或者开那些 那些电视那些政论节目 都是你骂他他骂你 但是我觉得 这才是百花齐放 比如台湾这么多电视台 你每晚这么多政论节目 亲男的又有 亲白又有 亲六的又有 我觉得是很精彩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觉得这件事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支持与反对都有 你想想 因为有这样的议案提出来 这个也是每一个民主社会 我们要尊重议会的大多数 提出一些法案 好与不好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但是问题 你看看 也都容许大家有集会游行的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 和平理性非暴力 去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好了 接下来会有什么东西呢 好了 万一议案通过 万一议案通过 有几样东西 全部都临下 全部都要过去 全部都要执行了 行政机关可以做行政命令 去定义什么叫反质信 什么叫做 所以很多东西 是可以有制衡机制 但是你看中国 在香港 人大 共产党 香港说的事情 明白的要执行 不明白的都要执行 那你在香港 基本上一模一样 这就是极权专制 和民主自由最大的分别 所以我觉得 台湾的民主自由 不单止是议会 即是很反映 在新闻业界里面 所以 难怪 要拆一拆台湾 难怪台湾 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里面 是越爬越高 那你有些位置 你觉得是 誇張得太的 譬如 我记得那些谋杀案 或者车死人那些 那些记者都会围着他 对着他 去问 你有没有后悔 你是否公公道歉 这些是 是超过了一点点 但是 他们也有他的自由 我最大感受是什么呢 来到这里 可能很多时候 都要和政府部门接触 问回应 我感觉到 就是这里的政府部门 表面上也好 什么都好 他是尊重记者 他是愿意去回答你的 是 那跟香港真的差很远 天差地别 不如我们下一集 下一集 继续和家冲一起聊天 好 再见